四年再出來 可能大家會覺得已經忘記了 甚至連我的歌聲都忘記了 2024連任立委失利 2028又有一段距離 高家瑜怕被選民忘記 上節目捐訪 松口2026不缺席 當然首都市長就是現象之一 我覺得2026當然對我來講 應該不會缺席 很多我們黨內的議員 很擔心我回去選議員 當然如果可以挑戰市長 當然是我的目標之一 高家瑜大方表態 也成了民進黨首位公開喊出 有意角逐市長大位的人 只是黨內憑被點名的潛在對手 正好就是立院前同事 立委選戰期間 吳四瑶擔任賴清德 台北市靖總總幹事 協助操盤陸戰 新國會更扛下黨團幹事長重擔 田田凱記者會曝光度高 被點名2026渴望出戰首都 至於過年期間 跨去連跑25間廟的黃珊珊 備戰一位農 也渴望再戰北市長 高家瑜面對黨內外潛在競爭者 還有現任的蔣市長穩健球連任 自己也得先檢討 這回衰糟原因 這一次的失敗 我覺得也是對我來講一個 很好的一個 不管是教訓 或者是一個人生的一個經歷吧 然後讓我可能可以更沉澱 然後更去虛心的檢討 然後去了解說 或者是說去面對自己過去的一些作為 高家瑜想拼下屆台北市長 先持續保溫自己的正值升量 三選黃英傑實現台北財富報導